大家好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一 到我們說移動股的時間 移動股時間基本上 大市曾經成交多過之後 慢慢回落到1000億以下 北水的資金一直有增加 北水的現金流入基本上是沒有流出 大市資金流一直是比較減少了 成交金額又減少了 我們再看看 買得比較多是怎樣 之前買了螢幕基金 大家記住 買得多有時是要來沽的 今天就見到了 其他買基金的 買基金的不是基金的 這些就是人不想買一般的股票 怕你不知道怎樣死拍 那就買基金 基金之後 一到社會一手就沽了出去 就是這樣 流出比較多的股票就是這裏 就是中國石油的股票 出出入入 引死這邊 不過沒所謂的 最基本的中國石油都是 油價升不升呢? 升的嘛 所以基本上應該會在這邊的 好 接著就是北水 北水呢 這裡已經說了要留意上升 這裡是繼續上升的 繼續上升的 在這裡就原來是有入 是沒有出的 那為甚麼市 北水有入沒有出的市 會在下跌呢? 其實很簡單 在8月9日的市 拜登就簽了一個行命令 就不准美國的資金投資在中國的科技股 及相關的股票方面 那就是 還有一些在香港活躍的 美資這個基金 好像布雷德就被人去調查了 這個所謂的 中共的資金的調查委員會 就調查布雷德 為甚麼還在這裡活作 操作 於是布雷德 為了免犯 就已經宣佈了 他旗下的一支基金 就會在今年的11月 就完全退出 即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沽貨的 所以如果最近大家看到 有些貨給他沽是不奇怪的 沽到甚麼時候呢? 沒甚麼問題 他大致上 總共現在統計 就是有少於3000億美元的資產 加上其他等等等等等等 那些東西 不是布雷德 還加上其他的 這些早晚會被沽曬的 那沽曬之後有甚麼好處呢? 好 即是沒有蟑螂在這裡 我會當這些美芝是蟑螂來的 因為他們見到有東西就來吃 即是到達到人家 拜登用一些殺蟲水噴 就叫他們不要來 那他就不會不來 那如果我們要找到這些基金 他們不再持有港股的話 那有甚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港股跌到底 一如就好像是中移動一樣 特朗普叫說不准買 那他就跌到四十幾元 四十幾元他有價值的 他不是沒有料到的 那四十幾元 然後回到幾元 沒有問題 那他會不會回到八十元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主要就是他繼續是不是很健康地營運 還可以有色派 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們應該要預住 在中美的科技戰爭之外 一定會打一場金融戰的 那個戰場就是在香港 戰場就是在香港 所以很早我已經有一篇文章 今年但四月左右就講我 叫我堅壁清爺 不要接他的貨 等他跌 等他跌 儘管這麼說 當然我講出來 都被人說我 就是說我神經病 瘋了 巴菲特 是百元雞賣給阿迪 如果跌到百元雞賣給阿迪 跌到百元雞賣給阿迪 當然我們很多人會受到損失 不過最大損失可能都是巴菲特 是不是 那我們不要緊要 我們坐在那邊長一點 等他沽了貨之後 我們再跟著拿回他炒回他上去 一如好像中魚龍一樣 那這個呢 其實當然啦 我講過 就是比阿迪跌到百元雞 這當然是神經病 不過當然啦 如果他下落一點點 而一直下落的時候 這個是巴菲特愈來愈賺少的話 其實不是不是好事來的 是好事來的 至於怎樣 這八元就要完成二百多元張 拿一個平衡點呢 這個另外才是一個問題 好了 我們再其次看看 就是今天所升的板塊 十遍就是醫療、紡織、煤炭、農業產品 軟件、金融、石油等等 這些都是一般來說 跟科技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關係 跟地產沒有關係 再其次我們再看 這個是個別的板塊 那這個個別的股 就算是一個個別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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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你說這個融創中國 中國方面的地產股 更是不錯的 中芯國際上升了一點點的 激氣不死 它還升了一點點的 還有一些就是 信託生物也升了一點點的 真酒理道也升了一點點的 這些很細小的東西 就算是升了一點點 好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呢 不留意就是信託生物 信託生物它是什麼呢 在說的就是說 它的… 不是 未說信託生物之前 先說說這個恆子 旗子 旗子十分之好不幸 升了上來之後 就跌下來 那這個形成了一粒十字星 這十字星是不是就足以成為支持呢 未知道 那不好的話 就落回去這個… 通道底這裡 通道底就是175 175 那也不用怎麼說太多了 是不是 因為之前說過就是 說是這樣的情況 對不起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一個雙型的走勢 今天不是很好的 升、跌、升、跌、升 這次呢 它沒有升到… 升 而起到這一刻 開始就下跌了 還有它是跌穿了 之前這個支持位 因此 再下來試這個位 不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有個準備 所以大家要有個準備 好了 那再跟著看看 這個的是 劉業股責信特新聞 謝謝來了 這樣明天 呢